北洋在國中聯合創新 對臺灣經濟發展有貢獻的 總統創新獎 兩年紀辦一次 今年結局有兩百五十一項 報名上北選出三個 中央的團體組 和兩個中央的固執組 今天台積電創辦前 中央沒有來到現場 是因為沒到的台積電上班 目前也是這個 清華大學本土替研究學員 議長的臨文件 今年已有中央 台積電創辦前 因為總統創新獎 國人組就將人質疑 是清台本土替研究學員 議長臨文件 臨文件提出創新方法 承認臺灣本土替 以期世界領先 日空一一年 推動清台參台 之前頂頂十一項 國內外公司合作 保育臺灣本土替人材 有關則在經費的運用上 給我過關 在那個設備的購買上 給我過關 給我大樓的興建 那個半導體學員沒有大樓 是很痛苦的事情 人員的配用跟時間的擊破 這次這個無關能夠幫我 接著公車的民眾 對這種看起來 哪像紮的電主牌棒 一定不會吹分 其中現實技術 給電主紮 只有換外面的時間 需要用電比較寬佈 全球高雄的電主紮材料 都來自台灣的台科技公司 也對中 全世界都在走 低排放降低耗能的顯示器 剛好我們的電子也蠻適合 這樣子的一些運用 台灣能夠有能夠持續的 獲得國際的肯定 關鍵就在於我們的創新 以及凝聚力 在本屆的得獎者中 有來自不同領域的優秀夥伴 不僅讓世界看到了台灣 也讓台灣參與了改變世界的行列 還有台灣成績公司 保持有夾 跟創辦則則接觸 網站的則視公司 還有推動台灣技術 設計夠有創新的加糖 創意公司創辦日老經病 都有結束的貢獻 川議員表示 創新是國家進步的動力 希望總統創新 將糖果的民間 繼續產業創新 記者觀念有看 台北報導 我們下期待會兒的貢獻 我們下期待會兒的貢獻